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你现在不要再只是去百货公司周年庆了 你怕很多东西买不到吗 现在你连房子都买不到了 现在房子都在团购了 到底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今天请到好朋友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到底为什么现在房地产都在团购了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乱象了 欢迎一下我们住商不动产气炎室的经理 徐嘉欣小甜心好 哈喽一芬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整个房地产是怎样 热到不行啊 我一个朋友传一个like给我看 我简直不敢相信说竹北一个建案 一堆人像百货公司周年庆一样 而且不知道价格就一堆人去 那个道理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演的 这真的而且其实现在热到有点叫回我三观 我身为业者居然讲出回我三观这种话 就真的因为其实竹北 因为我前几个礼拜我找了我一个好朋友 因为他就是在做私调的 因为他是在就是就是桃园以南啦 然后他这部分做得很深 那我就跟他说 诶这个这抢成这样是假的吧 对我也觉得是不是演的什么叫Sakura 对不对你们讲的行话叫Sakura 对那这种感觉我就说 嗯这不大像真的啊 然后结果我那朋友告诉我说是真的 他说他是有一些结构性因素 第一个是说呃我们先讲讲说很多人会说什么呃台商回来啦 什么利率偏低啦什么全球印钞等等等 造成今天事况这个样子 其实台湾人本来自己就很会吵了 根本不用靠这些 对对对对 对那他就说事实上像呃我们先讲新竹这件事好了 好那呃 呃竹北这事情是这样 他本身有一些结构性因素 嗯第一个就是竹北他其实所有的案子哦 嗯大概案量都不会太大 嗯大概就是100户以内 嗯你现在看到这些热销大概都100户以内 嗯然后另外来说的话就是新竹的科呃科技新贵本来手上有点钱 嗯那全台第一个带动团购购物的也是新竹人 嗯因为他因为竹科的这些工程师 他们本来就是很习惯的在网路上面收集资讯 嗯然后在网路上面揪团去要一些折扣 嗯那以前的状况就是我是自用客户 诶我可能跟韵芬姐啊费荣啊我们约约 诶然后我们就去跟店上谈 三户四户一起谈下来对对对对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呃之后就是诶可能要到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 或叫他送什么嗯那到后来发展就会变成说 诶有一群投资客那这投资客他可能会有一个人认识keyman 嗯那keyman就是说诶我今天这个接待中心里面 我有一个可以决定价钱的人 哦然后我这个可以决定价钱的人 嗯就是诶会听说哦 你比如说哦韵芬姐你可以带二十个人来啊 嗯那好那我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价钱 哦那通常这个东西它会在我们这样讲 讲说就是诶我可能在预售开案之前 嗯那我就先让你签一个预约单 嗯那预约单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听 你现在听到叫红单红单 红单红单 诶对就那东西 诶那红单主管那个集管不是说要先查了吗 诶对就因为以前反正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哦那那个概念就是红单其实叫做预约单 预约单 那预约单因为它以前有一脸是红色的 嗯所以我们就叫它红单 我自己也买过但我就提到下车 这等一下这等一下再讲 那我们先讲前面这个事 前面这个事就是诶那我就是我可能就是说 诶跟这个keyman就ok 那我就大概揪了一些人过来 那过来我们可能就在同一个时间签约 嗯那同一个时间我就是签红单下来 嗯那当然呃在这种签红单的状况之下 代销的好处是说诶他跟建商要交代 对那我就卖光了 我卖光了 诶或我开盘之前 或他也不会说我卖光 嗯他就说我卖五成了 嗯或我卖六成了 为什么 因为你太快卖完建商要调价了 哦 嗯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求取一个 嗯 很奥妙平衡 那我就跟我同学说 啊我真的在你的人在你的身上 又学习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哇你们圈子好乱啊 真的啊 然后然后呢 然后你说这个这种状况 那因为新竹的人本来也就有钱 竹科的竹科的这个投资 我们这样讲了叫做上班族 他们也单纯 嗯那其实房地产大家也信任 那新竹的话 他大概就是六都以外收入最高的区域 嗯 所以其实像这种红单的一个操作 但是过去都是默默的在台面下 嗯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就是 你跟keyman拿了 你就不要讲嘛 嗯 那你们你 那我们就是大家尽量就是转手 那转手其实大家也赚的不多 嗯 就是我一瓶加个一两万 嗯 下去 所以你看比如说 现在最主流三十到四十瓶 那三十到四十瓶 我就一瓶赚个一到两万 嗯 那你大概就是一百万以内就出厂了 对对对 那我就赚一点点 我们有人说叫做买菜钱 我说哇那你真是买了 一百万的买菜钱 高级的买菜钱 对高级的菜 然后 那我们就这样下车了 那这样下车的话 当然这么多年来也就相安无事 嗯嗯 那直到就是后来 就是说因为你说这一波 二零一六年下去之后嘛 那那当然到了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 渐渐有回温 嗯 其实你会发现到 除了过去那些传统的投资客之外 嗯 会有一些就是一般的消费者 他也想进来 哦 那就我朋友的 哎我用我朋友说的话 他说叫做 啊买贵靠腰 哎不好意思 对 然后买便宜炫耀 哦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有一些人进来之后 那他们就 他们就会 做这样子 在网络上面炫耀的事情 那你当然就树大招逢 这一个 那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说哎有一些团组 嗯 那团组他 他可能以前也是建设公司 或代表公司出来的 嗯 然后他也认识这个 我们叫做keyman 哦 那因为团组跟团组之间 就是我一般的消费者 我要认识到这个团组 那团组就要去找keyman 我其实是要给团组一些 手续费 对对对 所以其实团组 越有实力拿到 越多的房子 嗯 越多人就会信他 哦 他当然他就会拿到 越多的手续费 嗯 所以这个状况下来之后的话 就会发生 所以团组赚两个钱吗 一个钱就是他拿到 比较低价的房子 是 对不对 因为我包销嘛 对不对 那我可能有一点利润了 那另外就是如果 他再去揪团的话 可能他要再收 手续费之类的事情是这样吗 对就在收一点手续费 哦 所以咧 这个事情就妙了 这事情就是你就会看到台中 嗯 上次不是发生什么 有人拿了什么买一次 少一百多户 对对 这真的是 少一百多户这事情是这样 我后来我也问了 他说少一百多户啊 其实是就是为了要秀肌肉 我说秀肌肉也要秀成这样吗 他说因为他们就先收钱了 嗯 然后先收钱了之后呢 那个那个建案的代价发了 发了几个号码牌 嗯 一号一进去 案子好像三百多户吧 嗯 一号一进去 先扫一半 嗯 然后因为他定金都收啦 嗯 我因为他们那种团 都是上万人的团 你上万人的团 你揪个一百多人 也不过分 嗯 好啦 那那就 那你就知道就 就好 那就收钱 收钱那扫了一半 二号 二号发现 一号已经拿了一半 走之后 就觉得害怕 就把剩下一半拿走了 对 所以三号一户都没买到 嗯 所以三号就很愤怒 那这事情就 你知道就是渐渐的传开来 那当然 因为团组要秀肌肉 嗯 所以他也会拍照 他说我本人今天拿了多少钱来 然后来扫货 嗯 然后扫货 扫货就 就你就知道 就发生了后面的 可能政府就是 长官就生气了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 就朋友 因为我们 我跟朋友聊天 是在 是长官生气之后 然后他就跟我说 唉 为什么要赚钱赚到 让人家生气呢 嗯 我说我也不明白 你就默默的做 那默默的做 那确实 就往好处想啦 那边也是做功德啦 不然这事情 可是我跟他 他们也要宣传 就团组也要宣传啦 如果说 我今天的 这个跟的人不多的话 对 那我拿了 我卖不出去怎么办 所以我当然要宣传 秀一下肌肉 秀一下我的钱 秀一下我的实力啊 然后就很多人 就是来追踪啊 或者跟踪啊 然后就可以把房子 这样卖出去 唉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 当团主耶 我也想到 但现在已经太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下车 没有办法上车了 哈哈哈 你人卖多好啊 你多适合当团主啊 没得事没得事 但是就是 就是你看了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啦 对 可是现在为什么衍生出来说 唉你不如不加入这些旧团 你买不到房子啊 唉应该这样说几个事 第一个事情是说 对于代销 或者是说对于建商而言 它至少就是保了 这个案子 你至少有一定的销售量 因为我们说一句 比较那个一点是说 这一波的低利 跟这一波的热钱 来得太快太急 然后整个市场里面 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下去 所以大家也不大敢太乐观 反正就是活在当下 有及时行乐 有货就先买 那既然既然有人愿意来 我今天案子 比如说三百户 有人愿意来少我一百五 那我就先让你出去啊 唉 以前那这样子啊 那个包销公司 或者行销公司 都没钱赚了 所以喝西北风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 跟我们住商的小甜心 来聊一聊啊 就是我们讲过 以前在卖房子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那个 叫什么行销公司吗 对不对 现在他有些也在挂牌啊 对不对行销公司 可是他们要卖房子的时候 我总要先弄一个 这个预售屋 对不对 我还要装潢啊 听说我还听过 以前装潢的费用 有超过上亿啊 漂亮的不得了啊 或从哪里运什么 沙子来 从哪里运什么鲜花来啊 那要花很多钱啊 可是现在如果说 团主在揪团的时候 至少他不用盖预售屋吧 不用花这些钱吧 没有接待中心还是要的 接待中心你还是要的 那基本上团主不负责这个部分 他不用负啊 你还是由代销来去做处理 那当然其实建商如果听到会很生气 所以你就会听到 就是有那个代销卖给团主之后 然后就被被踢爆 然后他就马上出来否认 这样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 代销卖给团主 那谁会踢爆 就是应该这样讲 就是他建报了之后 建报了之后 那代销就会跟 没有办法跟建商交代 建商是希望你们 对不对 好好服务客户 然后结果你们这样子弄 那你们这样子弄的话 第一个我信用会 我公司信用会受伤嘛 然后第二个是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干嘛给你转 我自己转 是 所以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 代销如果牵涉到这个事情之后 或建商牵涉到 他就马上否认 因为说实话 这个很伤 很伤形象 所以就会有后续的这些状况了 那当然我觉得预售红单 他本身有一些先天的条件 就是我们现在在看不动产 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以现在全球印钞这个状况 那你也看拜登上来之后 应该还是维持一个 低利的一个环境 然后弱美元的一个环境 台币现在地球地表最强 对对对对 那这些钱根本出不去 那你根本出不去 利率又这么低的状况之下 资金流入资产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流向 所以这个事情每次我就跟我朋友 我记得问我 他就说为什么资金一定会流向资产 我说你知道你有1亿元的现金 进入不动产市场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消化调 但你知道你花1亿元去买股票 去股票市场你有很可能你会不小心 买成董事长你知道吗 对所以所以这个事情就会让他们到后来 就是说可能你会发现很多的手上有钱的人 再加上现在银行的层数很高 我有些朋友他可以带到8加1 就是8成加1成的装潢贷款 是装潢贷款 8成可能就是你的房贷了 那当然8加1其实他根本就9成了啦 只是说他的说法 因为现在尽管会不准人家带9成嘛 所以他就叫做8加1 那利率都到1.5以下 甚至有一些到1.3几 但装潢贷款会比较高吧 或信用贷款会比较高吧 他们当然会调控 但是还都是还是低 还是低 那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我其实我只要一点点资金 然后我又可以做这么大的杠杆 那当然你如果不投资房地产 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标的了 所以资金本来就往这边走 那红单的一个优势是这样子 红单的优势是 它其实还是有一个东西叫做资讯不对的 那我们刚刚前面在讲 你要找团组团组要找keyman 所以你真正不会知道那个价钱 对我现在问题就来说 你怎么可能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的价格呢 这种事情就跟在猜对方 这种是一种暧昧谈恋爱的一个感觉 是这样吗 对那但是你其实只要知道 你现在取得的价格 会比正式推案的时候便宜 你会觉得就赚钱 对对对 所以这才会发生那种新竹 有人什么前几天去排队 然后一个板凳十万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它那就是一个食物链嘛 就是有人买板凳 有人坐板凳 那板凳赚十万 那如果说你到了接待中心 你拿到了那个红单 那你红单一平价一万到两万 那你是不是就赚六十万了 所以你如果赚六十万的 你会觉得买十万的板凳可以 那你如果说等到城屋 因为整个市况很不错 等到城屋也许赚超过一百五十万 那你就会觉得哇我买六十万的红单 OK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 大家就是堆堆堆 所以红单大概预约金贷多少钱 一般的人都付得起吗 要看有一些是几十万 有时候是百万 那当然因为现在有一些建商 他就会要求 因为我们这样讲红单叫做预约单 那预约单你一定到最后 就会进入正式推案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正式签约的动作 对对 所以有一些业主他们会要求你 就是你只能够就是你所谓的红单转手 是在预售签约之后的这个 我们这样讲叫交屋的半年 交屋前半年或前一年 你才能够去做转手 那如果房子盖比较久呢 我盖个三年五载呢 这就是风险了 因为你不知道 就是因为其实建商 这个等于说把最后的风险套给 套给消费者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三年五年 可能市况忽然没有那么好了 对啊 那你就变成是说那我得要 我得要就是可能自己吃下来 那这个是就是相对比较大 我现在买红单的意思是希望说 我假设好我就买五十万 我希望未来是可以卖到六十万 对不对 对 那三年之后呢 如果它跌到四十五万呢 就对不起 谢谢你的爱 真的啊 对就是您做功德了 真的吗 不能保证一下 不能保证 所以这个事情 它就是有点像是赌一把 那当然这还算是幸运的 因为你买到了房子 那如果红单是个假团组 还有假团组这件事情 就是这事情其实因为 有一些建商不认嘛 就说有可能我今天签一个预约单 好那你比如说你五十万交给了团组 团组跑了 所以这个事情它也会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在提醒说 其实购买红单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很多资用客户也在买红单 那红单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它也不用 就是如果正常的状况之下的话 是你要退单 它是让你直接退的 好那 那但是就是你相对的 法律上面没有保障 所以你就会听过有那种建商 他说 我红单不卖了 我要调价 那你不是更紧张 就非要买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有些人被买的房子 就被建商退 被建商退 因为建商只要调价 那这个其实也是不能够完全保证了 那当然因为现在就长官生气 长官说要查红单 那可能风险又相对更高了一些 那到底 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谁在买 比方说他纠团 你说少一半少一半的 听说有三个人就买了464户了 这到底谁在买啊 我吃了这么多房子 那到底谁在买啊 他总是会有试用客户买 可是台湾自由住宅力 大家都不说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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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吗 那谁在买呢 我这样说好了 有几个事了 就是说第一个事情是 如果我们把房地产当作 我先讲房地产市场有几个刚需 这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某某某某商事柜公司的 就是跟我做同样事情的人跟我说的 他就说 我觉得房地产市场 有一个很大的刚需 叫做婆媳问题 因为 那我就说 那我个人觉得房地产的刚需呢 它会叫做丈母娘的问题 因为你婆媳问题 就是你老婆跟你妈处理 合不来 你要搬出去住吧 这是一个刚需 然后你要娶人家的女儿 丈母娘会说 你总是要有一间房子吧 这是个刚需 是啊 那再加上就是 现在房子这么旧了 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年轻人 他会去买外圈 就是可能他会去买到 比如说什么桃园啦 台北市内买不起嘛 然后可能他就去买桃园啦 或者是说 可能买的 买到新竹 然后是 其他你现在看到一些 外围的一个区域 那房子是新的 对对 价钱他们也可以接受 所以其实年轻人 对于这种新的房子 接受度是相对的高的 那我们现在说 少子化或什么一类 其实现在买房子 大概就是民国 六十几年到七十几年的那一批 差不多 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口减少 因为我们的战后 婴儿潮是民国四几年 跟民国六十五年前后 所以那个时间 现在大家都要换房子 这些要换房子的人 他们其实还是在一个 我们这样讲 数量上面的一个高峰 所以才会造成我们说是 你说真的好像 到底有没有人在买 其实是有一些人在买 那当然另外一个层次是说 有些人他就是囤 那那个囤的概念就是 他其实有一点像 把房子当定存或当金条 因为他觉得说 我们现在钱印这么多 那钱会薄去 对对对 那钱会薄去 他现在放一个地方 那不管有没有涨或什么 他至少钱parking在那里 然后呢 如果说不济了 真的是万一稍微修正了一点 那总是有一个 未来会涨回去的指望 那第二个事情是说 我要真没办法 我租人总行吧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有一些人 他们的想法 大概是说就是 就是这样子放去 转进不动产 那对于真正 你这样团来团去 或者是 这个刚性需求这么大 真的想买房子的人 真的就买不起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住商不动产 气炎市的经理 徐佳新了 在江湖上人称小甜心了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 聊了一个乱象 就是说好像现在 推案都是秒杀 秒杀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有团主在揪团 那这些地方好像都集中在 竹北跟巴德啊 对不对 台中也有 台中对台中也有 台南现在比较少 但是我们会觉得台南 可能接下来 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因为其实 我们自己也可以观察到啦 就是说我们会被 会刚刚一分讲出来的 比如说新竹啦 然后桃园巴德啦 那当然我们 我们自己也知道像台 刚刚讲说台中嘛 然后还有就是 台北 新北 新北有一些区域 那当然现在南部 比较没那么多 可是看起来 可能因为这一波资金下来 那有些人真的很想要做的话 大概就会本着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它还是有利润的 那总价不要太高 比如说现在总价 大概一到两千左右 那你加价还会有一些 有一点空间了 大概两到三房以上 这样子的东西 空间大概多少啊 不多耶 其实大概一瓶就是 加了一两万 就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大概 就差不多百万左右 左右 然后就差不多就出厂了 那当然加上去 这件事情之外 那通常还要在家 地方要有一个话题 无论你是什么科技园区 重大建设等等 那因为你有话题 大家才会有想象空间 那所以等于就是 我们刚刚讲A加B 那你就你这个 这个整个 整个声势就会上去 那它其实 它就是一个循环 当你有人进来 然后有话题进来之后的话 它其实在操作上面来说 就会比较容易 对现在巴德 就是那个 我们有我的化妆师嘛 他结婚以后就买在巴德 然后呢蹦蹦生两个 生两个之后呢 他又想要回 因为风味很好 对 然后就生两个 生两个之后 他又在巴德买房子 然后看到那个报导之后 他就跟我说 我咬着牙好了 我第一间房子不要卖 因为他房子比较小 那生两个是不是 就要换大一点了 他现在就最近想咬着牙 不要那个卖掉 通常卖物这件事情 我大概会建议几个事 就是说第一件事情 是你的钱要去哪里 通常想完这个问题 有些人他就不卖了 对 对 因为有些人 就特别是有那种 就是我卖了之后 我要去做股票一类 我说千万不要啊 因为你做完之那种东西 我听到十个 大概有十一个赔钱吧 那当然因为如果说 钱没有去处的话 可能就会乱投资 或乱花 或亲戚朋友来乱借 等等的 那如果说他可能 他就是先把钱锁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向 因为看起来 听起来我觉得化妆师 应该买得蛮早的 对 买得很早啊 对 所以他应该是有一点 本来他就说 我 他就说 我现在已经住到蛋壳区了 可他现在很高兴 因为巴德那边房子也涨啊 对啊 所以你说像这个事情 我之前有个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他EAT 买三十几万 现在租金收三 租金一个月收三万多块吧 然后他跟我说要不要卖 我说你去哪里找一个 你当初卖三十几万 一个月 现在还可以收三万块钱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再更好的投资标的了嘛 所以他等于就是用另外变相的方式把钱留下来 那但是如果说他要把房子卖掉去做更高风险的投资或杠杆 其实我是比较不建议的 因为风险上面确实会稍微大一点 那现在怎么看呢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 自己真的很想买房子的人 或想要换房子的人 现在整个市场不都已经是卖方市场了吗 现在我们刚前面聊的 你不加入这种纠团 你可能都买不到房子 好恐慌啊 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自用客户 确实比较大的问题 对 就跟芬姐讲的 那通常啦 自用客户我会建议他们 如果乘数还不错 你就上车 因为现在银行利率很低嘛 那如果银行借你八九成 你为什么不买 因为需求还是在 我现在是在跟我朋友在聊 我说以前有一个民众打电话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他一直在等政府打房 等了十年都没打下来 他好不容易又买房 好不容易买了之后 就政府就说什么 要什么两年 两年叠三成等等 然后他跟我讲说 我现在毁约才赔5% 你觉得我要不要下车 我说搞什么鬼 不要下车啊 因为我那天问他说 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 嗯 他的亲人中风 然后呢 他们家 他就是他 他婆婆 他婆婆中风 然后 他家住公寓四楼 他老公每天 背他婆婆去看医生 哎哟 这这这这这这 我说你这样子 这是 这是刚需啊 对对对 这个不是 你省个几百万事情 四楼耶 四楼背到一楼 一楼再背到四楼 就是让你家里头人住的比较舒服哦 对啦 所以 所以一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你回归到你自己的需求的这一面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的 你买到一间很好的房子 那你住的舒服 其实那个钱再赚就有了 对啦 这很重要 哎不过说实在 现在买房子成本都很高啦 是 对因为就是这样讲 我们讲的比较债不计的啦 一个是说房价比较高 嗯 那你房价高 对不起 中就付费 会比较贵一点 然后那当然的话 就是气税 多数很多 因为如果你房子新的话 气税也会比较贵 所以你等于说是 呃 在整个成本上面 都很高啊 都会比较高 那当然因为现在 如果我们在市场上面观察 你大概要加 要 哎 有一些建商 他会把装潢包在里面啦 所以可能这个稍微成本 会稍微低一点 那你比较低的成本 另外就是利息的成本 嗯 利息的成本 我记得我 我那时候十年前 跟我老公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利率1.8吧 嗯 那现在 现在已经到1.3 嗯 那我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一个月刚买的时候 一个月要加5万多 那现在的话 就四万 四万八吧 嗯 四万七 四万八 嗯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 哎 那个成本是 是往下 往下走的啦 嗯 所以 呃 如果是自己的 居住的需求 我觉得是可以 找自己喜欢的案子 嗯 那你就赶快就先上车 哎 那就你这样子 在这个市场这么久了 朋友一堆 专家这个一堆的看法 真的是有机之谈吗 哎 我认为 低利跟资金 会是 这一波有机之谈的 我们这样讲叫做 呃 最大的支撑力 嗯 因为真的钱太多 嗯 那另外来说的话 台湾确实是有一些 有一些 呃 现在国际市场上面 没有的优势 嗯 我们常常讲 呃 台商回来 我认为议题没有那么真啦 嗯 台商回来什么增加 产线 产线 然后等等 对 那我相信 我希望它是真的 那但是我们自己的观察起来的话 其实有时候 呃 好像没有那么的丰满 哦 其实现实可能有一点骨感 那当然再来就是汇率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 这种的汇率是会让钱出不去 嗯 哦 那你说这么多的钱 在这里面绕啊绕的 那他们会去找一些 找一些标的去做投资 所以你看股市现在 也下不大来嘛 对啊 对 钱堆起来了 钱堆起来了 所以 呃 所以 所谓有机之谈 我认为是应该叫做 有钱之谈 就是你只要有了 有这么多的钱 它就会顶上去 所以这个 这个可能是如果你真的要自己住 你大概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诶 人家那个股市都有外资来买 听说那个房地产也有老外来买啊 怎么可能 哈哈哈哈 这我刚才讲的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对应该是说 我们有 我们现在的内政部的外国人统计是增加的 嗯 那大概 但是一年大概也不过就是个2000户上下 所以也不是老外 很多都是台资啦 就是说有一些台商 他自己再开了一个境外公司 对对对对 然后再回来 回来买 嗯 因为台湾这样子的市场 其实如果对法外国人来说的话 他没有熟悉度 他不大敢进来 哦 好 今天让大家能够知道一下 现在风房地产团购的真实的内幕 非常谢谢我们的小甜心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